Hello 大家好 之前有朋友問DJI MINI 2的圖存是用2.4號還是5.8號 所以今天來到1號銀海海邊做實際測試 分別看看兩種不同的頻率對於抗干料的能力有什麼分別 根據書本上的知識2.4的頻率理論上的傳送距離會比較遠 但較容易受到干擾 而5.8的頻率傳送距離會比較近 但傳送速度會比較快和沒那麼容易受到干擾 所以一向有一個說法就是2.4的頻率比較適合在郊外 甚至在一些外國的空曠地方使用 而5.8的頻率比較適合在市區上使用 今天的測試就看看這個說法是否正確 首先我們會測試2.4的頻率 去到Transmission畫面選擇2.4 因為附近太多高樓大廈的關係 反航高度我會照舊用500米 一切準備就緒就可以起飛做測試 把航拍機的高度升高了十多米之後 我們就很明顯看到訊號已經跌了一格 現在嘗試將航拍機推前一點點 但其實還在100米以內 已經看到訊號跌到只剩下三格 顯示成為橙色 看來這個2.4的抗干擾能力真的非常差 當飛過超過300米之後就發現圖傳已經變得不太暢順 而且訊號跌到只剩下兩格 而且還周不時出現這個遙控器受到干擾的警告 現在繼續向前飛 看看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 究竟去到哪個距離才會斷了這個圖傳和遙控 其實過了一公里之後已經不斷出現這個圖傳起隔 甚至是停頓的情況 其實我也是靠下面的距離數據 告訴我暫時還未斷控 航拍機依然都可以向前飛 其實基本上去到這個距離 圖傳已經沒什麼作用 只是每隔幾秒就回傳一張圖片給我看看 所以現在要測試就純粹測試一下去到什麼距離 控制才會斷呢 去到接近2公里 第一次出現這個斷控的警告 但是它很快又可以接駁回 所以我就繼續試一下推前一點 過了2.1公里之後 發現控制已經沒有反應了 其實我一直都有向前推乾 但是看到下面的距離數字一直都沒有增加 就代表應該正式斷控 而且過了陣都出現這個自動返航的訊息 現在就乖乖地讓這個航拍機自己飛回來 其實整個自動返航的過程都等了很久才能接駁回航 當然也知道一部分的時間是用來爬升到500米去回航 但是看距離 都要回來大概1.5公里之後才有回徒傳 所以這個2.4的頻率 在市區真是不宜使用 現在就嘗試用這個5.8的頻率 飛回同一條路線 看看表現有什麼不同 同一條路線就不同了 起飛了一會之後 感受和2.4的頻率有很大的不同 在這麼高干擾的環境下 訊號依然有5格 完全爆滿 剛才用2.4的頻率去到這個距離 基本上圖傳已經是沒有了 但是用5.8的頻率去到這個距離 圖傳是非常暢順 中間是完全沒有疾過一次 最終我飛到這個距離就算了 最終我飛到這個距離就算了 因為已經可以證實5.8的頻率 比2.4的頻率 在市區飛行是順暢非常多 其實坦白說 在做測試之前 都已經知道5.8的頻率 在訊號傳送方面 會穩定很多 所以通常拉它之前都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把訊號設定在5.8的頻率 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當然有觀眾都會問到 這個2.4的頻率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才會有法做這次的測試 所以結論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在市區飛行 最好都是用5.8的頻率 遲下希望有機會可以試試在郊區 比較一下2.4的頻率 和5.8的頻率的分別 今天的測試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都希望你在右下角的位置 按一下subscribe button 支持一下 下次再見